教堂内瞬间充满了烟雾 是格里德从刺客那捡来的腰带的技能 格里德悄然出现 戴米安问是谁 格里德表示 怎么说呢 应该是主角吧 格里德看他们的战力 一个两万七 那应该就是零 另一个一万两千五 那应该就是高级玩家 格里德向戴米安提出了结盟 不过教皇掉落的装备可都是我的 戴米安爽快地答应了 那就拜托你了 教皇开始叫唤了解 你这家伙竟敢弄脏教皇厅 真是不怕我德雷维哥降下神罚呢 戴米安给格里德施加了增益技能 格里德也掏出了红雷召唤球 然后直接跳起通向了教皇 教皇也发动了技能 格里德的剑气直接被抵消了 明明都有红雷和戴米安的增益加持 而且他的战力也就只有两万四 他是怎么抵挡我的攻击的 我现在的攻击可是连马拉瑟斯的三重盾都能穿透了 打比方说高级玩家的平均战力是一万二 那么所有工会成员齐心协力打败的马拉瑟斯应该就有二十万 而现在的感觉是这教皇比马拉瑟斯还要强 看来战力不能单从数值上计算了 还得看质量上的差距 那既然这样 我就用掌控力来填补差距吧 只见格里德瞬间又挥出了几道剑气 教皇也开启了防御模式 我不认为你能突破我的光之力量 然后不断地阻挡了格里德的攻击 格里德也是很辛苦 那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承受多久 铁匠的愤怒 抄 格里德攻击力提升了二倍 再次疯狂挥舞着剑气 这一次成功地打穿了教皇的护盾 教皇震怒了 然而又有什么用了 触发超凡的铁手套的属性效果 暴击 教皇瞬间掉了一半以上的生命值 格里德又兴奋了 真是好想知道教皇能掉什么装备啊 教皇被格里德的攻击打得惨不忍睹 然后对着周围的圣骑士大喊道 你们干什么呢 还不快处决这个异教徒 这些圣骑士也开始虎视眈眈的准备进攻了 但是 带米安帮忙挡下了 后方就交给我吧 接着看到教皇的样子 估计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 格里德准备给他来个致命一击 帕格马的剑武 杀 然而 格里德的杀技能竟然失效了 只见一股庞大的神胜力 这家伙的肉体居然开始了恢复 这不可能 他的生命值明明都见底了呀 怎么突然全部恢复了 这家伙的恢复力怎么这么强 这难道就是站在顶峰的司机吗 只见下一秒 格里德就遭到了教皇的审法 格里德遭受到了教皇的一击审法 教皇觉得这回肯定是干掉了 然而格里德又怎么会那么容易被干掉了 只见格里德掏出神圣盾牌成功挡下 教皇看他一个异教徒居然拿着本教的武器 然后朝格里德发动了猛攻 这攻击有很强的破坏力 盾牌虽足够坚硬 但耐久肯定会很快消耗完的 格里德不想自己做出的装备就这样被打碎 然后收回了盾牌 格里德使出刀锋 不过教皇的攻击实在太猛 直接将格里德的面具打碎了 但是在教皇的时候 巴伯兰姆已经准备好了进攻 教皇遭到了巴伯兰姆的偷袭 格里德很生气 你竟敢打碎我的宝贝装备 帕格马的剑武 连22连击 教皇的身体又瞬间被格里德打了遍体鳞伤 一旁的戴米安看出了格里德占优势 但是最危险的也正是这个时候 格里德胸膛遭受了和戴米安一样的攻击 受到14560点伤害 因对方的一击失去了52%的生命值 戴米安看到格里德掉了一半以上的血 这样下去 格里德会陷入昏迷状态遭到最后一击的 然而 只见格里德瞬间来到了教皇的面前捅上了一刀 格里德的胸口开始了治愈 触发杜兰戒指的属性效果 恢复7280的生命值 格里德无法原谅破坏自己装备的家伙 然后直接一个头锤 将教皇打趴在了地上 接着对着教皇就是一顿乱戳 我倒要看看你的无限治愈能耍到什么时候 格里德又暴露出了屠杀者的本性 这仿佛就是为了处置邪恶的教皇 从天而降了一个更邪恶的人 教皇不能容忍自己受到如此屈辱 身体又开始了治愈 这家伙的治愈能力实在太强了 格里德发现了一点 虽说是治愈 但和之前又有些不太一样 教皇开始站起来了 身体也彻底地挥补 而且变得更强了 格里德也感觉到了有什么东西要来 在教皇厅的外面 露娜和伊莎贝的战斗也在持续着 伊莎贝准备放大招了 女神的断罪 女神的拥抱 这一击直接打穿了露娜的护盾 成功地击败了露娜 伊莎贝以完全的实力碾压了露娜 露娜被打晕了过去 然后吩咐卡萨斯 露娜就交给你了 我要赶过去救灵 伊莎贝不想失去好姐妹 直接冲进了教皇厅 只见教皇已经开始了蓄力 为保护所有教众 请将您的全能赐予我 严惩邪和恶 作为神的忠仆 我势必奉行道德 伊莎贝意识到了那是最强的神圣魔法 让格里德赶快躲开 教皇发动了 女神的暴猛 格里德来不及躲开 只能选择正面吃下 伊莎被帮忙挡下了波及周围的伤害 教皇的这一击看来是用了不少的力气 然而这一招成功地被巴伯兰姆挡下了 大家都没想到格里德 居然能挡下这击女神的暴猛 灵也掏出了他的神奇伊卡埃尔的剑 表示自己也要加入到战斗之中 但格里德却说 你们给我老老实实待着 然后亮出了赫格尼之剑 那是我的猎物 该死的家伙 你死定了 格里德现在非常生气 一旁的戴米安给格里德施加了光之庇佑的加持 教皇不敢相信 他居然能完全抵御住女神赐予的力量 格里德握起了手中的剑 只见他用力的一挥 教皇很自信 凭你的攻击根本破不开我的光盾 然而 这招不仅破开了光盾 并且将教皇打飞了出去 这怎么可能 我的光盾是怎么被你穿破的 然而格里德刚才的那招是魔力攻击 肯定是能穿透物理防御的 你既然毁了我的装备 那就付出代价吧 教皇还在继续恢复着 忽然 连技能等级提升一级 伤害量提升 攻击次数增加五次 我倒是要看看是你治疗得快 还是我砍不快 格里德打出了十七连击 教皇依旧被打得惨不忍 然后开启了女神的保护 教皇也开始疯狂了 进入到了暴走状态 女神的暴怒 只见整个皇厅内都充满了教皇的神法 巴伯兰姆全力防 但也做不到完全的挡下来 教皇觉得这招肯定能把格里德解决了 但就在这时 格里德抓住了教皇的手 教皇难以置信 怎么会 他明明应该死好几回了的 然而这次 格里德是靠着保底的不死活下来的 格里德的沙也升到了二级 这一击沙直接刺穿了教皇的身体 格里德也不跟他多废话了 最后的致命一击 以处决第十三代教皇德雷维格 团长格里德获得女神的精髓 圣光铠甲 圣光手套 圣光王冠 获得9535万经验值 等级提升二十级 现在是一百七十级 格里德成功地战胜了教皇 然后气喘吁吁地趴在了地上 任务完成 利贝卡教的好感度达到最高值 请与伊莎贝进行对话后 获得对于巴伯兰姆的祝福 伊莎贝来到了格里德的身边 收起了武器 然后非常感谢格里德 不仅保护了女神的名誉 还保护了零和利贝卡教的所有人 戴米安也是难以置信 他竟然只用一个人的力量 就解决了教皇 任务完成 转职为唯一级职业女神的代行者 获得成为教皇的资格 如果成为教皇 可以统领利贝卡教 习得女神的气息 习得女神的保护 获得技能神指 神指 如果听取利贝卡女神的意见后 采取行动 可获得巨大收益 开放威严能立职 神圣力能立职的提升速度 提升三倍 戴米安没想到自己转职的 隐藏职业竟是唯一子 有如此好运落在头上 这个男人是我一辈子的恩怨 随后格里德就拿出了巴伯兰姆 让伊莎贝降下祝福 请用您的慈悲大爱温暖一切 巴伯兰姆中已注入 利贝卡女神的祝福 使用巴伯兰姆制作的黄金圆盘 获得治愈技能 没想到这旷石加了祝福后 还能获得技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 获得其他神的祝福 也会获得技能吗 伊莎贝拿出了格里德的 那块神圣盾牌 将它还给了格里德 伊莎贝为不能支付格里德 辛苦费感到抱歉 毕竟教皇听需要重建 既然这样 格里德也就没话说了 然后拜托伊莎贝一件事 给我写一份介绍书吧 在地图的另一边 塔班也好像在进行着他的任务 其实塔班还有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如打尔教的第一圣骑士 所以才有机会得到 能获得传说极常见的SS级任务 以塔班对公会那些人的了解 肯定不会帮自己的 但是这些新加入的新人 却说要帮自己 拿扇子的男人问要去哪里 塔班表示 要去拿点东西